医生 你快看看我 我是不是没得救了 被我抱住腿的男人一愣 用眼神缓缓地打出一个 三分钟前 我还只是一个来医院借厕所的都市利人 可谁能知道 我的下半身这么不争气 摔倒就算了 竟然是膝盖先着地 膝盖先着地就算了 我竟然还抱住了人家的大腿 在电光石火之间 我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就顺其自然 哎 反正戴着口罩呢 谁也认不出我 时间仿佛静止了 我率先打破沉默 利落地起身 哎呀 不好意思 认错了 你不是帮我看病的那个医生 连膝盖上的灰都没来得及拍 我转身就走 却被人拉住了手臂 那人朝我扬了扬眉毛 你是哪个医生手里的病人 事情的发展并我始料不及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 王医生 啊 不对 好像是李医生 也不对 我不记得了 我这辈子的智慧都用在这一块了 那人点点头将手机递给我 我们医院的医生都在这里了 你看看是哪个 我今天怎么偏偏遇上了这个活雷锋 不好意思啊 我脸盲 哦 没关系 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问题 我带你去找那个科室的医生 那人的眼尾上扬 眼里带了几分笑意 他一定是故意的 眉眼长得好看又怎么样 不摘口罩一律按锅的钢处理 正当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 有个护士给他送来了一杯奶茶 他摘下了口罩 我说回刚刚的话 他见我一动不动地望着他 有些戒备地把奶茶往自己那边缩了缩 想喝自己买去 你不愿意说就算了 得病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 他略有深意地看我一眼 然后抱着奶茶转身就走 这次换我抓住了他的手 医生 你哪个科室的 帅哥医生停住了步子 挑了挑眉毛没说话 我继续道 你治什么病我就得什么病 他有些迟疑地道 你确定 我忙不得点头 当然确定 咱们一个是病人 一个是医生 这一来二去的 感情不就来了吗 我刚常科的 第一次见面就脱裤子 好像有点不太好 但我还是跟着他去了 好家伙 他骗我 明明是骨科 我跟在他身后嚷嚷 医生 我的腿刚刚跪出问题了 我怀疑骨折了 护士将我拦在了科室外面 这位病人 要叫到号才能进去 这不成啊 我还没有到联系方式呢 那个医生的号怎么挂呀 我指了指那个高大挺拔的身影 护士道 锦医生啊 他待会就下班了 没有他的号了 很快 帅哥医生就换下白大褂出来了 白衬衫 大长腿 嘖嘖嘖 我怎么看 怎么喜欢 我立马站起来 屁颠屁颠地凑到他面前 他看到我 反应迅速地系上了 白衬衫最上面的那颗扣子 他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锦医生你好 咱们交换的微信号怎么样 他抬腿就走 连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给我 不好 嘖 脱下白大褂的他 再也不是那个 助人为乐的火雷锋了 哎呀 锦医生我腿疼 我 帅哥医生终于停下了步子 目光有些无奈 不好意思 我有 我好怕他说出女朋友三个字 相亲对象了 相亲对象算了什么 这帅哥也太实诚了 现在都是现代社会了 早就不行那套了 我看着他 运得极其平整的衬衫 试探性地开口 你该不会是今天去相亲吧 嗯 那我更不能放过他了 如果他恰好跟相亲对象 看对眼了怎么办 那我算什么 我跟你一起去 他懵了 我也懵了 我这话 怎么就不过脑子呢 我应该偷偷摸摸地跟着呀 他也没想到我 竟然这么被打 愣了好久才说 不用了 不合适 啊 爱情当前 不容退缩 走到一半 他叹口气 你别跟着我了 我从一棵大树后面走出来 面色坦然 一点也不晃 我没跟着你 我刚好也要去你去的地方 碰巧碰巧 我死皮赖脸 他毫无办法 终于到了咖啡厅 他选了个靠窗的位子 而我 选择与他背对背 还没到拥抱的程度 我跟你说啊 如果你实在不喜欢你的相亲对象 他又缠着你不走 你可以拿我当武器 把他赶走 知道吗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啊 这小帅哥 怎么狗咬吕洞宾 不是好人心呢 等了半小时 他的相亲对象还没来 他到底来不来啊 这人怎么这样 完全没有时间观念 我跟你说啊 跟这种女孩子谈恋爱 会很累的 在我不断给他洗脑的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 我凑近了一点点 小眼 对不住啊 我那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天手机一直关机 他爸去找他了 但愿没出什么事 你先回去吧 别等了 听见这个声音 我如遭雷击 嗯 屈宜 我知道了 需不需要我帮忙去找找 我这离他的公司不远 不用不用 你忙你的 两人一来二去 他终于放下了手机 我有些扭捏 其实吧 他迟到也不一定是因为没有时间观念 帅哥一声淡淡的看我一眼 没准是他在偷偷摸摸的观察你呢 他更加迷惑了 你的微信头像是片森林吧 你怎么知道啊 你好 我就是你的相亲对象 去炎炎 二 谁也没想到事情能巧到这么离谱 我前段时间忙项目忙到天昏地暗 根本没注意我妈给我找的相亲对象 好不容易忙完了 结果光顾着看帅哥 根本忘了相亲这回事了 至于手机关机 我手机什么时候没电了 我也不知道 我端着咖啡坐到了景眼的正对面 你就是我妈口中阳光开朗 长相好身体好性格好的三好海归医生 景眼也不甘示弱 你就是屈以口中甜禁听话 没前任没现任没大智的三无国产社畜 他嘴好毒我好喜欢 这叫什么 这叫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你的微信号我早有了 你的语文不错 谬赞谬赞了 我夜观天象掐指一算 发现明天是个好日子 我抿嘴一笑 适合结婚 景眼用眼神缓缓地打出一个 要是你觉得太快了的话 下周二也行 二是我的幸运数字 景眼深吸一口气 忍住了想做我的冲动 你要不要先打个电话 给去一报平安 哦对对对 我差点忘了 景眼将手机递给我 电话一接通 我妈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小眼 妈 是我 你这死孩子 你干什么去了 我和你爸都快急死了 我妈顿了顿 你和小眼见上面了 嗯 我手机没电关机了 这会儿我俩正商量 什么时候结婚呢 玩这么大 因为惊讶 我妈的声音都大了不少 刚好看对眼了呗 我笑 妈 你和爸就等着抱歪孙吧 见我越说越离谱 景眼将手机抢了过去 我颇为忧愿地看了他一眼 屈宜 吃完饭 我送妍妍回去 都喊上妍妍了 结婚这时 有戏 我朝他抛了个媚眼 景一声 再喊一声妍妍妍妍 眼睛不舒服得治 呵 小样 耳根都红得跟什么似的了 缓嘴硬 唇情毒舌 还乐于助人的医生 哇 谁怪呢 其实吧 我有前任 我妈传递了错误情报 景眼抿了口咖啡 没搭理我 明明是他今天先戴着口罩勾搭我的 这会儿竟然还赖账 今天的你对我爱搭不理 明天的我偏要高攀你 景眼应该是受不了 我那漂亮的眼睛一直对着他瞧 微微别开眼 道 吃饭吗 我一正词严地拒绝了他 美女都是不吃晚饭的 好家伙 这狗东西竟然给自己点了一份意面 完全没管我的死活 我含着泪看着他吃 景眼被我灼热的目光 盯得难以下咽 道 分你一口 喝 刚刚喝奶茶的时候 不是还让我想喝自己买去吗 我能感受得到 他对我越来越好了 结婚这是 太有戏了 不用不用 你吃吧 帅哥的吃相都很优雅 我俩生的孩子 肯定会继承我俩优秀的基因 大眼睛 高鼻子 小嘴巴 景医生 你工作很忙吧 还好 他吞下最后一口意面 道 就是偶尔顾不上吃饭 呵 吊戏美人的自我修养罢了 一本正经的说出自己的难处 勾引我和他进一步接触 那我以后给你送饭吧 不用 男人吗 否定就是肯定 那就这么说好了 我拿出自认为最好看的笑容 道 景医生 送我回家吧 只要再主动一点点 我们之间 绝对有故事 三 景眼的车 停在医院的地下车库 车内干净整洁 还有骨淡淡的香味 我十分自觉的 坐上了副驾驶 气氛有点点尴尬 我没话找话 景医生 你喜欢我吗 我习惯了打直球 景眼目视前方 没理我 只是将车窗又打开了一点 哎 我挺喜欢你的 我看着他放在方向盘上的手 这双手拿过手术刀 也可以牵着我的手 和我一起奔向美好的未来 想想就快了 景医生 你在哪里留学的呀 他一板一眼地回答我 德国 哦 德国骨科 我知道的 景眼没get到我的点 这男人平时肯定不看小说 也不关注热点 我换了个策略 景医生 你今天累不累呀 还好 啊 可是你都在我心里跑了一天了 哎 他似乎是有点忍无可忍 道 曲小姐 我们今天下午才认识 别叫我曲小姐 显得多生分啊 像我妈那样喊我就行 景眼干脆不喊我了 真是可恶 景医生 你肯定觉得我很肤浅 我只见了你一面 就想追求你 但是你知道一见钟情的感觉吗 哇 就像我的脑袋里突然炸开了烟花 那感觉比嗑药还快了 你嗑药 我严肃道 这只是一种比喻 景眼真不会聊天 其实吧 我也不是那么肤浅 在和你微信聊天的过程中 我就有一种感觉 真好对我胃口 好友玩话 好 景眼受不了我的彩虹屁 我们才打过一声招呼 你只对我说了一句 你好 哦对 我那时候太忙 景眼做了一个冗长的自我介绍 我看了一眼 就再也没理过他 我当时还觉得 这人很认真 很血旧 就连相亲 也一板一眼的 像是在做着某种学术汇报 就差把他祖宗十八代 都数一遍告诉我了 不太合我胃口 现在看来 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吗 人嘛 果然不能太早下论断 很快就到了我所在的小区 谢谢景医生 不用 顺路的 在下车前 他又叫住了我 你不用给我送饭的 太麻烦你了 反正是我妈做的便当 做一份也是做 做两份也是做 一个绝妙的想法 在我脑子里成形 如果你觉得过意不去 以后都顺路送我回家 我有时候上一班 时间不一定 我耸了耸肩 没事啊 上白班的时候 顺路送我一趟 我摇了摇手机 反正我俩都有微信 吆喝上一句就行 奈何我勇往直前 脸皮厚笔成墙 爱情当前 不容退缩 而且吧 我自认为长相还不错 像我这样的美少女 应该很少有人不喜欢吧 不过以后 都得早起半小时 化妆上班 可恶 今天不该偷懒 没化妆 没能狠狠地惊艳她一把 我进屋时 我爸妈正正惊危坐 好家伙 电视也不看了 广场舞也不跳了 就等着我回来呢 你和小眼怎么回事 我边脱鞋边抱怨 妈 你应该早点丢我看景眼的照片 我叹口气 不然我俩现在应该再准备 步入婚姻的殿堂 我爸想拿遥控器丢我 被我妈拦住了 我老王家 怎么就出了你这个花痴 爸 我跟我妈姓 我是老曲家的人 我妈倒是兴冲冲地问我 真王八看绿豆 对上眼了 妈 他长得跟我梦里的人 一模一样 你就可劲儿吹吧你 我爸瞪我一眼 上次不还说 你梦里的人叫什么彭大燕吗 爸 是彭于燕 我坐上沙发 抱住我妈的手臂 妈 你以后 给我做两份便当好不好 怎么 借花献佛 我点头 嗯 借中饭 献帅哥 死 我带着中饭去找他时 景眼还在诊室里问诊 一个有黑的老头 拿着CT片 嘴里不知道 机里呱啦的说着什么 反正我一句也没听懂 但是景眼一遍又一遍 不厌其烦地和他解释 又温柔又耐心 以后我俩孩子的功课交给他 我连塑校就新完都不用准备了 啊 我甚至都可以想象得出 他坐在孩子面前 耐心教他 他坐数学题时候的模样 他那只白天握住手术刀的手 此时握着黑色水性笔 一笔一画地在草稿本上写下公式 声音温温柔柔 让人如沐春风 孩子肯定怕我比怕他多 想着想着 我笑了出来 笑什么 我回过神来 这才发现身前的阴影 我抬头顺口就说了出来 想我俩的婚后生活 景眼倾咳几声 微微别过头 没理我 他的耳根 敲咪咪的红透了 我 须炎炎 两人小高手 你忙完了 嗯 我扬了扬手里的饭盒 吃饭吧 我在他桌子前坐了下来 目光扫到桌上的小排排 哎 我家景医生 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副主任医师了 有前途 我打开饭盒 哎呀 我妈怎么回事 这两份的饭菜都不一样 我妈没事 我有事 我故意的 你想吃哪一份 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都是我全要 我把自己碗里的挑了一点给他 又从他那里加了一些菜 这才满意 景医生 你觉不觉得我们这样很像情侣 景眼没回我 他应该已经习惯了我这些不着边际的话 景医生 我昨天忘记问你了 你有什么忌口没 景眼摇了摇头 我也不挑食 那我俩以后的孩子 吃饭肯定不用我操心 你以后别来医院和我一起吃饭了 可以吃完再来给我送 他又顿了顿 或者我找你去拿也可以 怎么了 找我去拿 那还不如在医院食堂打饭呢 这里人多 细菌也多 我别别嘴 我还以为是你怕给别人看见 影响你养鱼了呢 景眼愣了愣 我不养鱼 他肯定没听懂我什么意思 吃完饭后 景眼提出要送我回公司 我的公司离他医院并不远 顶多十分钟路程 你中午不休息一会儿 吃完饭后要消货时 他抿了抿唇 回来再睡也不迟 正值夏日 外头太阳正毒 太合适了 我打开伞 朝着景眼道 遮着太阳 不用 我管他用不用 就往他身边凑 景眼很高 我要高抬手 才能把他的脑袋拢在伞下 他有些无奈地看着我 我来打吧 我俩越挨越近 他的手臂凉凉的 很舒服 我恨不得把脸贴上去 景眼把我遮得严严实实 自己的半截手臂 录在外面 哇 他好体贴 下次下雨我还要来找他 没别的意思 就想看他穿白衬衫 失身时候的样子 景眼没送我上楼 这伞你拿着打回去吧 反正你晚上也要来接我的 我将伞递给他 转身就跑了 等上了楼 我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 我吃完饭 忘记补口红了 可恶 无 你试试 看今天的菜怎么样 景眼的表情有点古怪 你做的 我小鸡卓米式的点头 朝他发射了一个wink 卖相不好 但是味道还可以 我爸妈趁着假期出去玩了 只有我在家嗷嗷待哺 能怎么办 只能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呗 他吃了 然后吐了 真是 一点也不给我面子 以后我给你带饭吧 你会做饭 不是很会 但比你好一点 我没告诉他 其实我吃食堂也可以 结果 直到我爸妈回来了 我也没吃上他的一顿饭 他突然忙了起来 白半夜半胡乱倒 连接我的次数都少之又少 唉 不会忙到连朋友圈都不看吧 他不会是喜欢上了别人 故意找借口 不理我吧 我刷着自己 刚发了十分钟的自拍 他没点赞 可恶 这个老干部 难道从来不看朋友圈的吗 我再接再厉 越挫越涌 涌到我刚新婚 没多久的闺蜜 撒撒谈视频来问我 炎炎 你最近发什么春 你怎么知道 他冷冷一笑 在这一刻 我感觉我被看透了 180年不发朋友圈 上次发这么勤的时候 还是大学追那个谁 闭嘴巴你 以后设置他一人可见 结果跟我不发朋友圈 没什么区别 我泄气了 决定做最后一搏 今天真倒霉 去散步 结果不小心摔湖里了 多亏王小哥相助 给你点个赞 王小哥是我堂弟 我发了我俩的合照 那是去年 我和他一起钓鱼 摔进鱼塘里的纪念照 我刷着手机 迷迷糊糊睡着了 早上一看 他的对话框依旧没动静 一整天我都丧得要命 看来女追男 也没隔层杀呀 临近下班时间 我盯着和景眼的对话框见面 上一次的聊天记录 还停留在四天前 我对他说晚安 他说要去上夜班 我正犹豫着 要不要给他发个消息 约饭什么的 萨萨打电话来 说想约我出去逛逛 等我下了楼 他早已经开着 他的大红色骚包跑车等着了 一看到我 他就冲过来 给我了个熊抱 对了 你那新的追求对象怎么样了 这女人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说到这个 我就泄气 好难 我搭了着脑袋 我就没见过这么难追的男人 我都说明白了 我喜欢他 他怎么能 怎么能无动于衷 四天都没理我 你看上的是人家的脸吧 也不全是 他脾气也很好 萨萨挑了挑眉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半个月 我靠着车窗叹了口气 一个星期都没见面了 聊微信也聊不到一块去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再等等 当年有点追我 可用了半年呢 我撑着脸 连连叹气 他趁着等红绿灯的空档 揉了一把我的脑袋 安慰道 别不开心 姐带你去吃顿好吃的 这不吃不要紧 你吃我更生气了 紧眼他 原来早就有了女朋友 六 我眼睁睁的 看着别的女人挽住他 对着另外一个微胖男人说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男朋友 请你以后 不要再来打搅我的生活 我们好聚好散 他的背影依旧挺拔 哼 男人 我说他最近怎么没空理我 原来是哥这谈恋爱呢 萨萨往嘴里塞着弹挞 哎 妍妍 你有空把你那追求对象 给我看看呗 姐给你把把关 别又像上次那脑残玩意儿 没必要了 我深吸一口气 我眼神真不怎么样 气死了 这对狗男女还坐在我的面前 你浓我浓 他俩对面的微胖男人 恼羞成怒 要来抓紧眼他女朋友 紧眼紧张兮兮的 把他护在怀里 那杯咖啡顺势倒在了他的身上 场面十分混乱 我幸灾乐祸 却又不那么快乐 呜呜呜 好希望在紧眼怀里的人是我 曲颜颜 你给我有点出息 天涯何处无芳草 呜呜 哪颗草能有井眼好 我恨恨的啃着鸡翅 老娘的爱情梦 碎了 萨萨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 顺着我的视线转头 炎炎 这 他话还没完 一块牛排就飞到了我头上 酱汁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来 事发突然 我懵了 萨萨叫了 还没等我动手清理 井眼就看了过来 他的表情很 复杂 真的 这辈子都没这么想钻地动过 太丢人了 我把牛排一扔 甚至没想过要找人算账 拎着包就想往洗手间冲 萨萨拉住了我 目光扫过那三人 气场全开 谁丢的 他这句话让我猛然惊醒 我啥也没干 我不能耸 动静太大 餐厅的服务员也来了 萨萨二话不说 直接打电话报了警 微胖男人见他来真的 认怂后就想往外跑 结果被他一脚踹得动不了 老娘让你发疯 公众场合你给我来这一出 我呆住了 结婚以后 他怎么比以前更梦了 警衍的女朋友满脸歉意 一个劲儿的向我说对不起 我扯开微笑 说没关系 警衍预言又止好几次 才终于道 严严 我 好家伙 这会喊我严严了 原来我真的只是他鱼塘里的一条鱼罢了 我接过服务员递来的毛巾 边擦着头发 边朝他摆了摆手 警一声 祝你幸福 他女朋友的目光 在我们之间来来回回好几次 我虽然缠人家身子 但我俩确实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很是坦荡 反倒是警衍 看上去有些局促 他女朋友却扑斥一声笑出来 看了眼被制服住的威胖男人 轻声道 我和警衍就是普通朋友 是我求他陪我演这出戏 目的就是让刘雨死心 哦 原来那个胖男人叫刘雨 这么狗血 我现在的表情很怀疑 就是这么狗血 他女朋友朝我几眉弄眼 警衍还单身哦 那丘比特之心 有那么明显吗 我假笑 警衍也别过头 没看我 他的白衬衫上 有着一大片一大片的咖啡印记 最后这件事以刘雨被民警教育一番结尾 萨萨得知 警衍就是我心心念念的男人后 很实相的 以他不顺路为借口 让警衍送我回家 他那女朋友也撤了 一时之间 车内的气氛还真有点尴尬 我没开口 警衍先说话了 你还好吗 他指的是我的头 还好 一股牛排味 很香很可口 我是说你摔进水里那件事 原来他看到了我的朋友圈 还不点赞 还好 没受什么伤 你会游泳吗 他看上去有些愁愁 不会 接下来的对话顺理成章 那我教你 好啊 我表面上淡定 其实心已经飞起来了 萨萨告诉过我 想看一个男人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那么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游泳池试一试 这肢体接触 一来二回的 不就成了吗 还好我这几天吃的少 身材妙 嘿嘿嘿 气 很快就等到他有空闲的那天 我拎着包 屁颠屁颠下楼 上了他的车 游泳馆在他家附近 瞧他和前台的那熟悉劲 应该是经常游泳的 那身材铁定不差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 出了更衣间 井眼就站在泳池边上 我喊了一声 他转过身来 身长腿长 腰线完美 还有飙飙准准 秀秀气气的八块腹肌 谁也没想到 他的白衬衫下 是这么好的风景 嘿嘿 妈妈 我圆梦了 我宣布他就是彭艳本艳 我那兴奋的眼泪 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下来 好想在他眼前转个圈 问他 我美吗 就是太浮夸了 可能会被打 井眼见我不动 大步朝我走来 他看到我手里的东西 笑道 怎么还戴了拳套 可不就是拳套吗 涌进涌帽 逼加而塞 就差把我爷爷藏在老家的船搬过来了 但很快 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我坐在泳池边 说什么也不肯下水 我是缠他 身子不错 但是下水的恐惧席卷了我 井眼站在水里 朝我张开双手 我接住你 不会出事的 要不我就在旁边洗脚吧 反正我已经过保眼福了 摸一摸可以等结婚以后再说 井眼扯住了我的手臂 我眼急手快 连忙扒拉住栏杆 嘴里嚎叫 我不去 一个中学生走过来 叔叔 人家不愿意 你就别强迫人家了 笑死 说实话 井眼把刘海扒拉上去以后 看上去非常鲜小 顶多二十出头 结果还是被人喊了叔叔 中学生又说 你看 你妈妈都笑你了 我笑不出来了 这个中学生眼睛铁定有问题 井眼道 小霞 不许胡闹 你俩认识 我侄子 原来人家真叫他叔叔啊 是我肤浅了 沈沈 我是井霞 刚刚跟你开玩笑的 你别在意 这声沈沈叫得我心花怒放 恨不得对着他的小脑门 亲上几口 井眼有点无奈 小霞 啪 井霞没给他解释的机会 叔叔 你跟沈沈好好玩 我不当电灯泡了 说完 他利落地下了水 井眼把无奈的目光转向我 他从小就跳脱 我无嘴偷笑 迟早的是 哈哈哈哈 抱歉 我不知道原来我捂住嘴 也能笑这么大声 井眼回归正题 下来 怎么还要下去啊 我就坐着看帅哥不行吗 我是汉鸭子 我是外星人 在我们星球 是没有水的 我继续下掰 我得了一种怪病 碰水就会死 井眼看着我撒破打滚 就两个字 下来 哦 Jack you jump I don't jump 你下来 听话 有我在 他的目光太温柔了 我一时没忍住 进了他的鱼塘 井眼抱住了我 我升天了 果然和帅哥肢体接触 就是最低压的 我的肾上腺素飙升 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 我迟早得死在你的怀里 爸 我一说完 井眼就松手了 真讨厌 还好我已经站稳了脚 水里也没那么可怕嘛 跟洗澡没什么区别 他带着我去了泳池的另一边 游泳圈给我 我不 我好不容易才从小朋友手里抢过来的 井眼的手已经伸了过来 我嚎道 这是我的命根子 你不要动我的命根子 井眼觉得很干 我声音太大 惹得众人侧目 连救生员都往我们这边走了好几圈 带着游泳圈 是学不会游泳的 一次不会就两次嘛 他威胁我 偏偏我就吃这一套 算了 游泳圈也不好 横在中间 我俩没法进一步接触 他没准也有这种想法 他已经被我看透了 井眼把游泳圈丢上岸 你先扶住岸边 试着扶起来 不能扶着你吗 岸边好滑 不可以 他别过头没看我 有几滴盈盈的水珠沿着他的脖梗弯蜒而下 在他的锁骨上会成小窝 再往下 哇 想摸 屈炎炎 你松手 说干就干 英雄本色 他的胸肌好好摸 想摸一辈子 早上摸着醒来 晚上摸着睡去 我不对劲 我太不对劲了 井眼心 粉粉 的脸都红了 想亲 这个我不敢 亲了以后很有可能进橘子 他最后还是拗不过我 提起裙边 点起脚尖 让我的手轻轻搭在你的肩 井眼忍无可忍 你认真一点 我收起笑容 严正以待 然后嘞 怎么弄 井眼直接把我的脑袋摁进了水里 一点也不温柔 We don't talk anymore 浮起来 下水就是最低的 泳镜就是最低压的 在水下 我可以肆无忌惮地看他的body 不要钱的那种 井眼把我拎了起来 目光有点赞赏的意思 这次怎么在底下待了那么久 我的脸都憋红了 原来 让我突破极限最好的方法 就是井眼 游泳也没那么难吗 但很快 他的神情又严肃了起来 怎么光憋气不动腿 不动腿怎么游 他的语气 好像我高中的教导主任 我照做了 胡乱蹬腿的时候 我还偷偷摸摸抱住了他的脖子 闹腾得太厉害 我鼻夹掉了 泳池水一个劲地往鼻子里灌 我被井眼捞起来的时候 正蹊跷流水 但也因祸得福了不是 我的腿勾住了他精瘦的腰 手抱住了他的脖子 哇 这个姿势 不干点什么 我都怀疑他的能力 井眼的脸通红 一双手僵在空中 完全不敢碰我 偏偏这时 我的鼻涕裹了泡 神他妈因祸得福 我想原地去世 真的 让我死吧 九 井眼笑出了声 绷紧的身体也微微放松下来 你闭嘴 别笑 我恼羞成怒 松开手脚 不缠着他了 他趁机往后退了好几步 活像我是个什么老色批 我再次声明 我不是老色批 我是美女色批 懂 我朝他招手 井医生 你过来呀 井眼直接一个翻身上岸 可 你先自己练练 我还沉浸在他的美色中 没回过神来 就在刚刚 他撑着岸边 双臂发力 从水池中一跃而起 肌肉线条太好看了 我的天 美人出狱也不过如此 不是 是出狱 沐浴的浴 收收口水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眼里有着三分凉薄 三分绩效 四分不好意思 哎呀 看都看过了 给我摸一下又怎么样 可惜他不愿意 可惜我怕进橘子 我吸溜了一下口水 朝他伸出双手 我也要上去 井眼弯下腰 牵住了我的手 我的心跳得好快 快到我只能呆呆地看着他 井眼咳了一下 别过头去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对视的两个人 眼神最先躲避的那个人 最深情 原来他这么喜欢我 我借力想爬上去 好家伙 直接把他拉下来了 井眼从水里钻出来 双眼通红 我咽了咽口水 我不是故意的 他微微一笑 没关系 咱们继续学游泳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但没问题 只要我们在一片水域里 我就有办法开游 嗯 继续 手摆起来 别光憋气 腿也动起来 我全都照做 但是 你们知道脚底板抽筋 是什么感觉吗 就脚底板往里凹的那块 要抽不抽 说他抽吧 他不像腿抽筋 肌肉收缩 说他没抽吧 脚底板又缩成一团 疼得完全动不了 我僵住了 屈炎炎 你怎么了 喊 炎炎 我抬起头 五官不受控制的争鸣起来 我 脚底板抽筋了 井眼倒是很淡定 哪一只 我抬了抬右手 他走近了一点 捞起我的右脚 可能是刚刚没做热身运动 你们看到了呀 是他想跟我有肌肤之亲的 他得负责呀 他的手很暖和 手法也老到的 像在按摩厂干了几十年 没有那种意思 他打了个冷战 你好游 该死 我回去以后 一定要好好研究情话大权 总有一天 我会让他说出 你好聊三个字 这次游泳 以我的脚抽筋告终 车上的气氛刚刚好 井眼刚洗过澡 身上香香的 井医生 我们明天还来吗 他没说话 唉 早知道今天不那么闹疼了 婶婶 没关系 叔叔不带你我带你 井霞扒拉着我的座椅 信誓旦旦 井眼冷哼 就你这小身板 还没有泳池高 叔叔 我劝你不要睁眼说瞎话 嗯 井眼往后视镜里看了一眼 井霞缩了缩脖子 气势陡然弱了下来 请您不要伤害 我这幼小的心灵 笑死 井眼这人就会欺负弱小 唉 叔叔 我家往这边拐 先送他回家 十 下车前 我朝井眼飞了个吻 井霞在后座瞎嚷嚷 唉 婶婶都这样了 叔叔你没点表示吗 他的脸红 就是对我最好的表示了 我风情万种地 扭着屁股下车 井眼神色淡淡 回去了记得泡脚 会舒服很多 好嘞 我送他一个wink 开开心心上楼了 自从那天以后 井眼就成了我的专属教练 但可恶的是 他聊不动了 完全聊不动 我拍了拍自己的脸 走出了更衣室 今天换了一件新的泳衣 三点式的 我就不信他不心动 井眼已经下水了 我站在泳池边 朝他张开双手 井医生 接住我 他照做 笑死 根本没接住 我呛了好大一口水 在我胡乱动脚的时候 踩到了一个奇妙的东西 井眼的脸色更奇妙 好家伙 没吃过猪肉 也看过猪跑 我知道那是什么了 我连忙说回脚 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井眼的脸红出天际 在水里给我捞了个游泳圈 往我头上一盖 他不是不让我用游泳圈的吗 怎么今天改姓了 我低头看了眼自己 瞬间明白了 游泳圈刚好能遮住我的腹部 他在意我 他不想让别人看我 这个时候不做点什么 简直对不起我自己 井医生 我抽筋了 见我表情痛苦 井眼走过来 神情自然的抬起了我的右脚 太自然了 在他眼里 我和他的病患没什么区别 靓女流泪 不是那里 你过来点 他放下我的腿 又靠得近了一点 我一把抱住他 将脑袋搁在他的肩头 井医生 以后我只给你一个人看好不好 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好游好游 我 曲炎炎 人间有物罢了 想自杀 想回到十秒前 现在逃离地球还来得及吗 井眼动了动唇 我已经知道 接下来他要说什么了 一定是你好游这三个字 我直接一个无嘴沙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听 我跑路了 离他离得远远的 我需要思考一下 我的脑子里面 到底是哪根筋 接上油桶 好家伙 我不太对劲 不会吧 不会吧 日子不太对呀 我低头看了一眼 飘红了 我想死 我只能哭丧着脸 向井眼求助 井医生 呜呜 他没理我 毕竟狼来了的 把戏我玩过好几次 但这次是真的 井眼见我好像真的不对劲 连忙走过来问我 怎么了 我亲戚来了 谁 我没气了 凑到他耳边摇耳朵 大姨妈 现在 对 井眼二话不说 牵着我到了泳池边 一个打横将我抱起来 太刺激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的腹部那块 待会会出现一大片红色 我顾不得那么多 直接把头埋进他的怀里 好家伙 就这短短的一周内 我不仅摸了他的胸肌 还亲了一口 转大发了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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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眼将我放到女更衣室门口 还有力气换衣服吗 这不废话吗 我不换他 能帮我吗 心里吐槽归吐槽 但我真的疼 可能是最近游泳频率太高 这次痛经比以往都强烈好多 我艰难的点头 连句话都没说 拖着步子进去了 磨磨蹭蹭了 不知道多久 我终于走出了更衣室 井眼正在门外等我 白衣黑裤 头发微湿 我整个人靠在了他的身上 我的想法很简单 痛不痛经不重要 反正老毛病了 但是得抓住一切机会开游 肢体接触就是最低的 井眼将手里的奶茶递给我 一个男友Lie Max 又把我抱了起来 我现在的脸一定白得像日本一级 他走得很快 我靠着他 心满意足地喝着热奶茶 就是这奶茶味道有点怪 不是生生乌龙吗 我让人都换成了糖 他们家没有红糖 我想了想 糖浆应该也差不多 我想杀了他 这一口下去我喝了热量炸弹 井眼将我放在副驾驶上 我很贴心地将浴巾垫在了座椅上 毕竟咱是素质人 他的白T恤上有着一点耀眼的红 我装没看见吧 太疼了 下辈子不愿意做美少女 我疼到整个人在副驾驶上缩成一团 出了一身冷汗 井眼慌的一批 不小心闯了一个红灯 我家没人 我晕了都没人知道 我都暗示到这个地步了 他不会不懂吧 而且他家比较近 我现在急需一张床躺下来 井眼带着我去了他家 我依旧是个脚步点地的仙女 他将我放到床上 月急反而结巴起来 我去给你买点止疼药 还有那个胃 卫生巾 好可爱 但我笑不出来 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井眼将我扶起来 喂我吃药 卫生间就在左手边 当然是不可能自己去的 我朝他伸出手 让他抱着我去了卫生间 关上门 我这才看清他递给我的袋子里面的东西 他还没来得及整理 就全都一股脑子递给了我 所以这里面不仅有卫生巾 还有红糖 暖宝宝 牙刷 毛巾 还有一次性内裤 我的天 太讲究了 井眼真的好贴心 什么都替我想到了 一股巨大的满足感 迎满整个胸腔 身上这条裤子是不能穿了 我着手在门外的井眼借衣服 他的裤子我肯定穿不了 只能借宽大一点的上衣 嗯 你有大一点的白衬衫吗 有 我去找 啊 我圆梦了 天知道我对穿男友衬衫 这种事情多没抵抗力 我打开门 井眼现在都不需要我主动伸手 就直接抱着我走向卧室 他的耳间红得要滴出血来 我觉得可爱 伸手拨弄了一下 炎炎 别动 他的声音有些低呀 偏偏是这时候 这时候 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 井眼替我噎好被子 轻声道 有什么事情就叫我 我就在外面 我应了一声 肚子上的暖宝宝热乎乎的 十一 我醒来十天都晾了好久了 小腹还是胀痛 但比昨天要好了很多 井眼这回应该上班去了 我下了床 走到客厅 好像 他正在厨房里忙活 我走到他身后 拍了拍他的左肩 人却站在他的右边 结果他忙都不停 根本没回头看我 可恶 醒了 好点了吗 好多了 井医生 你怎么还在家 今天不上班 今天休息 巧了 周日我也休息 我还没说话呢 他就把我赶出了厨房 你坐着去吧 马上就开饭了 我坐在餐厅里看他做饭 原来他那双拿手术刀的手 也可以洗手做羹汤啊 我敲咪咪笑了起来 被端着菜出厨房的井眼 抓了个正正 笑什么 井医生 你看我们这样 像不像老夫老妻 他屈指敲了一下我的额头 没回答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井眼比我会做饭多了 色香味俱全 那天他说的只比我会一点点 真的是谦虚了 吃完饭后 我自告奋勇要洗碗 井眼根本没给我这个机会 我一想 也是 以后多的是洗碗的机会 爱情就是这样的吗 他负责做饭 我负责洗碗 这会儿我才注意到室内的陈设 井眼的家 一如他的人 干净整洁 阳台上挂着我的衣服 血迹一扫空 我直接老脸一红 这也太太太棒了吧 生理期的时候 就想当个吃吃吃的废物 不 他太适合当老公了 井眼出来时 我正在客厅摆弄 他那屏幕大的离谱的电视机 喝了吧 他的语气一本正经 就好像我真是他的某个病患 我乖乖的从他手里 拿过红糖水 小口小口抿起来 井眼揉了揉我的头发 像是在表扬听他话的小宠物 但 就是很甜啊 这个男人简直要命 客厅里开了空调 他从房里拿了一床薄被子 让我盖腿 好贴心 想亲 他在我旁边坐下来 从电视剧换到综艺 想看什么 我从他手里夺回遥控器 我来调 看什么好呢 看喜剧片 我会笑得太大声 文艺片吧 在男神面前睡觉打呼 不如原地去世 当然是恐怖片啊 害怕的时候 直接钻进别人怀里 轻轻松松的开游方式get 等我选完片再看周围 窗帘布缓缓合上 室内逐渐昏暗 好家伙 智能窗帘 讲究 想不到他还是个挺有情调的人 这整个就一家庭影院了 景眼的表情有些怪异 你真要看这个 我点头如捣蒜 嗯 泰国的恐怖片 很有名的 开始了 我干 真的好恐怖 我往旁边一瞄 在电视机屏幕灯光的照射下 景眼的脸白得吓人 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他不应该狂劝邪魅地表示 就着 妈 医生不都是很勇的吗 景眼见我看他 道 你如果怕的话 可以坐过来点 人家都盛情邀请了 我总不能拒绝吧 虽然他的前台词 是我真的很害怕 音音音 笑死 这反差也太萌了 我往他身旁挪了挪 然后分了他一半被子 我们带着同一床被子 四手五入 就算同床共枕了 当那张鬼脸出来的时候 我一头埋入了他的怀里 哇 他身上好香 简直令人上瘾 景眼一动不动 并不是因为我的头怀送抱 也并不是我正在摸他的腹肌 而是因为电视里 那个穿白衣的女人 他开了口 表情有些故作镇定 要不 我们还是别看了吧 百度上说 生理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 笑得想死 怎么这么可爱 我没拆穿他 调到了综艺频道 哎 月亮大侦探里面有几个主题不错 比如说恐怖童谣 哈哈哈哈 当被景音乐响起的时候 景眼直接想跑路 我突然想起来 我房里还没收拾 下次要和他去鬼屋玩 要他娇羞地躲在我的怀里 我没给他跑路的机会 捂住腹部 表情痛苦 景医生 我疼 装的 我吃了药 没那么疼 景眼过来看我 我抱住他的脖子 轻声道 景医生 我都送上门来了 你能能争气一点 景医生一点也不争气 红着脸把我抱到了房里 什么也没干 你往我嘴上亲一口也好啊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计划达成 就是没什么进展 太挫败了 我怀疑景眼要么不行 要么就是喜欢男孩子 他送我回了家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 你家好好住 下次我还能去吗 男人吗 怎么能说不能呢 不能等于不行 他答应了 我欢呼着上楼 十二 周一 打工人的受难日 哎 没见景眼的第一天 想他想他想他 宝 我今天中午吃面了 你猜我吃的什么面 我中午发的消息 他下午三点才回我 什么面 想见你一面 我晚点去接你 他能听懂我的暗示了 他喜欢我没得跑 我从来没这么喜欢过周一 同事一脸诧异 严严 你不会打算辞职了吧 我有开心的那么明显吗 终于等到了下班 他比我要早那么一点点 一下楼我就看到了他的车 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我的景医生 烦恼一扫而空 我不乏轻快 一把打开车门 你好 一张漂亮的脸出现在我面前 啊 副驾驶坐了人 这不是景演的车 我说了句抱歉 就准备关上车门 严严上来是景演 你看这个人啊 嘴上喊着我的小明 却又让我那么难过 他的副驾驶竟然让别人坐 而且这个人还是个美女 呜呜 男人都是大猪皮子 从来不拒绝我也不答应我 却还背着我勾搭别人 我的心情很荡 他的身边从来不缺美女 上次那个假女朋友也是 我挪到了后座 原来后面的座椅这么不舒服 我下次再也不让景演来接我了 你好啊 我是景演的同事 潇潇你看他们名字都多个相配 先简单后复杂 不像我 景演的名字我一开始连读什么都不知道 还是我妈告诉我的 人家都是同事了 我该加个什么前缀呢 你好 我是景演的学员 屈严严 潇潇有些诧异 学员 我点头 是啊 他教我游泳 潇潇笑起来 想不到景演你还兼职游泳教练啊 下次教教我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这个女人怎么这样 都说了是我的教练了 我一个人的教练 景演的回答模棱两可 有空再说吧 我们俩很少一起修班 果然就是个臭渣男 哼 而且他竟然先送潇潇回家 他以前明明都先送我的 我气死了 景演 炎炎 下次见 潇潇笑夜如花的朝我俩告别 谁要跟你下次见啊 我准备做最后一波 我不喜欢留遗憾 再等红灯的空当 我说 景医生 你和他 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就是个坏女人 不择手段的坏女人 景演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 目光有些疑惑 你看啊 你俩都是医生 以后结婚了 没人照顾小孩子 小孩子多可怜 我继续给他洗脑 但是我就不一样了 我可嫌 而且我很会带孩子 从下一代的角度考虑 选我准没错 景演挑了挑眉 回头看着我 他的眼睛黑亮 此时波澜不惊 倒映出我的模样 被这样一个爵士大帅逼盯着 我脸不争气的红了 很不争气 得亏 这回绿灯亮了 景演这才扭过头 继续目视前方 他什么也没说 直到我下了车 都没表态 我粘菜了 或许在他眼里 我跟其他人 没有什么不同 他的副驾驶 从来都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十三 在我爱情梦碎的第七天 我妈问我 妍妍 你和小妍怎么了 好家伙 都一个星期了 才想起我来吗 景演把我去妍妍当什么人了 我去妍妍 从来不吃回头草 我那时真没想到 我会真香 我故作轻松 没怎么呀 她说你不理她 哟 还会告状 我最近在忙心的策划 我妈见我脸色不对 小心翼翼地倒 要不妈让你大姨再介绍一个 嗯 也行 我也没别的要求 妈 你就跟我大姨说 赚得比景演多 长得比景演帅就行 我妈表情很为难 那咱 还是不香了吧 妈怕你失望 赚得多的 没她长得帅 长得帅的 没她赚得多 就 美女无语 没事的 完美如她 也有不小的缺点 她眼睛不好 要不怎么看不上我 白白就白白 下一个会更乖 笑死 根本没下一个 只有上一个 我前男友 赌到我公司来了 求复合 在公司一群八卦人的注视下 我闲丢人 将他带到了楼梯间 我高傲的抬起 因为熬夜 而显得有些浮肿的头颅 你他妈出轨的时候 怎么不动动你的猪脑子 想想今天的结局 老娘告诉你 老娘从来就不吃回头草 我踩着高跟鞋就走 抬头挺胸 爽得不行 哎 老娘就是迪奥 绝对不原谅出轨的狗男人 而且吧 我都已经闻到过大鱼大肉 我说的是景演 虽然没吃到 但咱也是见过世面的了 对不对 现在让我再尝尝 这清糖寡水 老娘还真看不上 扑通一声 他跪下了 言言 我真的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求求你了 就离谱 我只想快点逃 姐妹们信我 遇到这种恋爱脑 而且还管不住下半身的男人 就一个字 逃 我逃了 他起身要来追我 结果扭了脚 像做滑滑梯似的 蹲蹲蹲的滑到楼梯底 我 倒了八辈子血眉 幸好楼梯不高 看到他明显变了形的脚踝 我还有些渣男 得了报应的窃喜 只能就近送医了 我祈求上天 希望景眼今天不上班 他上了 还狠狠地上了 眼皮子底下的黑眼圈 堪比国宝 好一个颓废病态的美人 简直长在我什么一点上了 他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像是有话要说 却什么都没有说 然后转身进了手术室 我的爱情 就这样离我远去了 其实我的脸色 比景眼好不到哪里去 而且我今天还没化妆 我好气 甚至想回家化个妆再来 等着等着 想着想着 我睡着了 再醒来时 我到了床上 景眼在我床前打瞌睡 他穿着白大褂的样子 就很制服诱惑 想亲一口 想吻一吻他漂亮的眼睛 想在这个地方 我不对劲 屈炎炎 你得知冷起来 不要被美色所获 笑死 根本忍不住 我偷偷摸摸地凑近了他 毫不意外 他睁眼了 我被抓了个正着 哎 根本不慌 我往他脸上一摸 景一声 你脸上有东西 景眼刚睡醒 眼睛微红 还没反应过来 但是他握住了我的手 不同于游泳池时 湿漉漉的触感 他的掌心 干燥而温暖 指甲修剪得很整齐 手背上隐隐可见 凸起的青涩血管 为什么不理我 十四 他的声音 带着些刚睡醒的音哑 怪好听的 我摸了摸鼻子 最近有点忙 很多消息都没看到 说完 我还故作惊讶到 你给我发消息了吗 他的目光沉沉 看得我发慌 我知道我的谎言很拙劣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 我生气了 但我不明说 那个人是谁 你说王萍 我撇了撇嘴 钱男友 还赔钱男友来医院 他来找我复合 结果把自己给弄摔跤了 你说他傻不傻 景眼眼瞼一概 傻 他傻就傻 在以为我真会答应他 我竖了个中指 景眼将我的指头掰下去 女孩子不要做这种动作 我撇撇嘴 没说话 严言 我有点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给王萍打麻药 我扑斥一声笑出来 锦衣一声 你年轻人不讲医德呀 他没顺着我的话说 只是看着我 轻声道 你骗我 啊 那天晚上 你说你一直很闲 但你这阵都没理我 他微微捶着眼 看上去有些可怜 啊 我的吊戏美人 怎么变乃记了 还说以后会好好对待孩子 但你连我都顾不来 我的心跳得真厉害 他抬眼 神情认真 还是说 你打算撩了就跑 我没跑 真的 以后 我不会让其他人坐我副驾驶 我还以为这个直男 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呢 严言 我喜欢你 这话都说出口了 我还等什么 我直接凑了过去 在他惊讶的目光里 缓缓道 闭眼 我怒 闭眼 不是让你闭嘴 十五 景眼真的是直男 这是我第十八次 在他的浏览器里 发现诸如此类的问题 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办 我 生气了你不会哄吗 轻轻抱抱举高高不会吗 什么人啊 这是 比我爸还不如 当我说出这句话时 我还没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某天我打开门 看到了他那张帅脸 哟 原来是找我爸取经来了 我爸和景眼 喝酒喝上头了 搭着舌头道 你别管那小丫头的 他们娘俩一个德性 动不动就生气 我爸没能把话说完 因为我妈上前 凝住了他的耳朵 让他滚去躺着 景眼最眼朦胧的看着我 我没好气 你来干什么 他一把拉着我 坐在他的腿上 将脑袋埋在我颈窝里 蹭来蹭去 我想你了 毛蛋也想你 毛蛋是我俩养的猫 他稳着我的脖子 慢慢的 这个稳变了胃 我没忍住 发出了一声声吟 吓得我赶紧捂住嘴 掐了一把他的大腿 我爸妈还在呢 他委委屈屈地看着我 像一只可爱的小狗狗 我心话了 你都两天没理我了 也不回家 我在你公司楼下等你 你还对保安说 我是变态 你上来就要亲我 光天化日之下 不是变态是什么 是百度上说 亲亲会让人心情变好 我去他的 和景眼这张脸 形成鲜明对比的事 他情商真的不高 而且我俩在一起后 他就逛会耍赖撒娇 一点也不掉戏 一点也不高领之话 明明就是枝桓花的小狗狗 闫闫 闫闫 亲我一口 这谁顶得住啊 我亲了 他哼起哼起着 索要更多 我妈从房里走出来 假装捂住眼睛 其实偷偷摸摸 从指缝里偷看 我带景眼往房里走 门一关上 他就扑上来 吻我的眉眼 吻我的脖子 四处纵火 还对着我说情话 闫闫 我好想你 每天都想着你入睡 每天又想着你醒来 景眼 你闭嘴 你好哟 早上好 老婆 我很嫌弃地把他推开 谁是你老婆 滚 我岳父说的 他昨天把你许给我了 在结婚这件事情上 景眼真的很勇 直接上门找我爸来了 我爸也不争气 但凡多吃一粒花生米 也不会这么轻易把我给卖了 他又凑上来 老婆 我们今天去见你公公婆婆吧 我冷笑 指着我脖子上乱七八糟的吻痕 你让我怎么去 景眼缩了缩脖子 没说话 又来了又来了 垂着眼 撅着嘴搭了着脑袋 我还偏偏就吃这一套 我拿粉底遮一遮 笑死 根本遮不住 气得我给了他一巴掌 他又凑上来 那我们明天去 今天先回家 好家伙 搁着等着我呢 得亏我妈带着我爸出去遛弯了 要不然 我都无言面对他们二了 景眼这家伙太野了 更野的还在后面 十六 某天我下班 还在玄关处磨蹭的时候 灯亮了 就离谱 家里布置得很浪漫 他爸妈都在 而他举着一束玫瑰 寒情默默地看着我 老婆 surprise 如果我没光着膀子的话 我想会更浪漫 我去他大爷的 他不是加班吗 今天下了点雨 我一进门就脱了衬衫 嗯 还好我爸不在 要不以他的性格 能直接跟我断绝关系 更致命的是 除了脖子和脸 我身上都是景眼 昨天留下的痕迹 我都怀疑他 谎爆了年龄 他怎么能经历那么旺盛 景眼很快反应过来 将玫瑰花塞进我怀里 脱了他的T恤 直接往我头上泡 很好 这下是他光着了 他和我一样致命 身上吻痕遍布 他爸妈的脸色很精彩 我的脸色同样精彩 我咬牙切齿 低声道 景眼 你信不信我今天 就让你做成男人 我信 他在我唇上落下一吻 用只有我们二人 能听到的声音说 我是老婆的小狗狗 我 这家伙是不是 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癖好 我想原地去世 真的 他妈咳嗽了一声 小眼 你赶紧收拾一下 我们先吃饭 景眼拉着我进了房里 我没好气的掐了他几把 偏偏他还要发出奇怪的声音 我 我不活了 我 我的清白都被这个男人 毁得一干二净了 磨蹭了一会儿 我俩出了房间 他爸妈笑得很慈祥 你们俩感情还挺好啊 我 假笑JPG 但他爸妈完全不尴尬 还笑得挺开心 等他们走后 景眼才告诉我 我爸妈很开放的 他们相信 性和爱密不可分 爱是性的基础 性是爱的体现 老婆 我们来体现一下 你给我滚 我被骗得好苦 我以前真以为景眼 是那种正经人 毕竟连一颗扣子的风景 也不给我看呢 结果 妈的 一点也不正经 我怀疑他是个泰迪精 不体现也行 老婆 我们明天把正领了吧 他将我举起来 老王今天把体现结果给我了 我们都挺好 适合结婚 适合养娃 适合绑在一起一辈子 他叹了口气 很是遗憾 再过几个月就不能 跟宝宝争地方了 要不我们这几个月 还是多体现一下 这他妈什么虎狼之词 当事人屈吟吟 现在就是后悔 被他那张脸给骗了 没看清楚 他太迪精的本质 但日子这样过着 好像也还不赖 嗯 大家记得点赞随份子前啊 番外 景眼视角 一 我第一次见到炎炎 是在新年的饭局上 那是长辈们传的饭局 我不好推辞 在此之前 我见过他的照片 长相乖巧 是我喜欢的那一类 屈一告诉我 他喜欢长相干净的男生 我自认长相中等 收拾一下 大概能达到他的要求 但是他没给我几个眼神 或许是我不够好 不是他喜欢的那一款 屈一很满意我 替我们安排了相亲局 我斟酌了很久 将自己的真实情况 完完整整的发给了他 这样 他大概能看出 我是个很认真的人吧 景霞告诉我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这一款 在当今社会 已经不流行了 可惜他没回我消息 嗯 屈一说他最近很忙 在相亲前 我在医院碰上他 他扯住了我的裤子 我一眼就认出了 是他 毕竟他脖子上挂着公牌 我确定饭局 那次我进行了自我介绍 但是他还是把我忘了个一干二净 甚至还找我要微信 我气笑了 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屈一告诉过我 他喜欢高领之花那一款 前段时间我恶补了很多韩剧 自认为已经掌握了高冷的精髓 很好 他对我有了兴趣 跟着我到了相亲地点 但是 他完全把今天的相亲局给忘了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就是女主角 还在一个劲儿说自己的坏话 我觉得好笑 却又觉得可爱 更有趣的是 他一上来就提出要结婚 我很想答应下来 看看他会是个什么反应 但是不符合我的人设 我拒绝了 他看上去很失望 却又没那么失望 他的性子很跳脱 思维跨度也很大 我总是猜不到 他下一句话要说什么 但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二 第二天 他来给我送午饭了 我心下雀跃 却依旧目不惜事 他的目光太热烈 病人问个不停 我好几次 差点咬到舌头 等我解决完工作时 发现他在傻笑 可爱极了 吃完饭后 我提出送他回公司 他故意靠上来的时候 我几乎忘记了 要迈出哪只脚 他的脸热热的 软软的 想捏 总会有机会的 他走后 我在我的手臂上 发现了白色的印记 是他的粉底 三 后来我忙了起来 每次想给他发消息 又怕他回我之后 我没顾得上回他 索性不发了 上夜班的时候 我总是忍不住 去看他的朋友圈 他最近发自拍 发得很勤 我没点过赞 不然不符合我的人设 他落水了 我找到了下一次 见面的机会 四 还没等我开口 我就将事情搞砸了 我不应该答应罗霞 假扮他的男友 我没想到 炎炎就在我的身后 他什么都看到了 也什么都听到了 但他没有质问我 甚至连多余的眼神 都没给我 他只是看着他的朋友 我慌了 想说点什么 解释现在的情况 可我很狼狈 这样的我 甚至说不出 什么好听的话 索性 罗霞替我说明了真相 事情也在朝着 我希望的方向发展 五 锦霞缠着要见炎炎 我没给他这个机会 结果他自己 跑来了游泳池 还以直男言论 成功让他脸黑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说到炎炎 他的身材很不错 我总是忍住不看他 他却没有一点自觉 硬要凑上来 他的胆子真的很大 竟然直接摸上了我的 凶 他对其他人 也这么大胆直白吗 我有些生气 却耐不住他的目光 他真的很闹腾 还好 我能招架得住 六 再连续游了一周后 他换了一件新泳衣 我先是惊艳 反应过来后 只想将他塞到车里 他是故意的 我表现出了在意 我的人设 好像崩了 他总要闹 完全不顾我的生理反应 当他说出紧一声 以后 我只给你一个人看好不好 的时候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可惜他捂住了我的嘴 没给我回答的机会 他生理期来了 额头上冷汗层层 唇色和脸色一样白 都怪我 不该总拉着他来游泳 我慌了不行 赶紧摆度了一下 女生痛经怎么办 哦 原来要喝热的红糖水 没有红糖的话 糖浆也行吧 没问题的 成分都一样 他在更衣室待了很久 每从女更衣室里 出来一个人 我都问他们 有没有人晕倒 我顾不得面子 只想知道他是否安好 他出来了 我将他抱起来 他在我怀里缩成一团 又可怜又可爱 气 他暗示我要回我家 他的谎言太拙劣 去一两天前就回来了 他到底知不知道 跟一个男人回家意味着什么 但看着他痛苦的样子 我根本说不出拒绝的话 算了 反正他什么也干不了 我对自己的自制力 也很有自信 我高估了自己的自制力 他穿上了我的衬衫 衬衫下的两条腿 白的黄眼 我狠狠地洗了个冷水澡 把第二天 他的气色好了很多 我要花很大的力气 才能将目光 从他的腿上挪开 他是故意的 明明知道这个时候 我什么也做不了 却还要吊着我 我得找机会反将一军 当潇潇提出要坐我的车时 我没有拒绝 有什么好拒绝的呢 他是我表姐 当他知道 我要去接炎炎时 惊讶极了 小眼 你这是开窍了呀 嗯 他怕炎炎误会 提出要坐在后座 我道 我们还没确定关系 他在一瞬间 就懂了我的意思 是的 我就是想让炎炎误会 诚然 我是个很恶劣的人 我在逼他正视自己的想法 我需要知道 他对我 不是一时兴起 我甚至有些期待他 为了我吃醋的表情 毕竟我和罗霞 假装在一起的那一次 他太平静了 这些日子以来 或许他对我也有了 更深的感情 我注定要为我的行为 付出代价 果然 他不理我了 九 他很久没在我身边晃悠 连锦霞都察觉了不对劲 要来给我出谋划策 叔叔 我给你说 女孩子嘛 就是要哄的 而且我审慎吧 典型的吃卵不吃硬 你从哪看出来的 有脑子的人都知道 我怀疑他的内涵我 他继续道 所以吧 叔叔 你得撒个娇 猛男撒娇 这谁顶得住啊 他说的也不无道理 当我在为赔罪做计划时 炎炎带着另外一个男人出现了 那个男人嘴里 一直喊着他的名字 我醋得很厉害 甚至想把麻醉药塞在脑子里 当我出了手术室时 炎炎睡着了 看来他也不是很在意 躺在手术室里的那个人 我将他抱到了我的休息室里 我有很久都没有好好睡觉 但看着他田径的睡颜 我靠在床边睡着了 他醒了 我决定试一试井霞说的方法 我变奶了 他明显愣住了 我真是疯了 才会相信一个初中生的话 我的人设崩了 他的脸上浮现了红韵 原来是有用的 很好 我抱得美人归了 而且 我还找到了炎炎的命脉 他受不了我撒娇 虽然我总弄不懂他 为什么生气 女人心 还抵真这句话 果然没错 嗯 不说了 我老婆喊我去挑结婚照了 晚安